北京旅游业热度回升 最近游客有增多趋势 小莉姐 这回啊你们家可热闹了 我们家本来也没清静过呀 今儿来俩外地人参观 明儿来俩老外照相 我们家都快成旅游景点了 王小莉 咱们干脆把你们家就办成旅游景点 你看看你们家多好啊 像你们家这种格局的小院啊 全北京市都不好找 对对对 到时候啊 我就在你们院子里面摆个照相摊 生意保身凑不了 得得得 你们快饶了我吧 来 今天好好看看啊 好好学习学习 这上有重要新闻 下午咱们开个会 太大西边出来了 他都从我看报纸 别唱了别唱了 别唱了别唱了 光顾你自个儿过瘾 我这耳朵受得了 别叫我啊 都把歌唱上去啊 小汉 知道你唱戏呢 不知道还以为我打你呢 打我一下 告诉你上去了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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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棋杂发的事 你是能耐着呢 正事一点没有 谁说没正事啊 我告诉你啊 徐大妈已经正式通知我了 到居委会开会去 叫你开会 那是什么事啊 什么事 保证是大事 我估计啊 不是选人代代表 就是选政协委员 别臭美了你 赶紧穿了衣服 开会去 甭着急 我告诉你 一会儿我要是不到啊 徐大妈肯定派人来通知我了 你还真拿自个儿 当人代代表了 叫你开会 你就老老实实的早点去 看见有什么活 你就帮着干干 有垃圾就帮着收收 地帮着扫扫 直了帮着倒倒 实在要是没事啊 你就找个嘎嘎站着 千万别多说话 不是我是开会去 还是当清洁工去啊 你除了当清洁工 还能干什么呀 什么话这是 妈 我坐哪儿 坐好 坐好 别说话了 咱们开会了啊 首先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咱们龙门巷被市里指定为旅游重点地区 这是咱们龙门巷居民的光荣啊 你们怎么都不鼓掌啊 师大妈 这消息啊 报纸都登了 我知道 妈 你就为这事 着急大家伙在这开会啊 这龙门巷被市里定成旅游重点单位 这地情人都知道啊 你把嘴头闭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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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放点忙着了 我先走了啊 你坐下 闭嘴 这个龙门巷啊 被指定为旅游重点单位啊 这可是个机遇 也是个挑战 当然了 这些话呢 都是咱们区领导说的 可说的多有道理啊 同志们 妈 您要说什么呀 你别捣乱好不好啊 你本来就迟到了 你哪那么些说的呀 你看 我刚才说什么来的 你们都坐着了 累了 起来 干活 起来 别喝了啊 干活嘛 萌萌姐啊 干啥活啊 那许总都不在 咱写一会儿行吗 说骂呢 女单人 咱多少活没干呢 能谢吗 地扫了吗 我替你扫了 别看了 你那茶壶刷了吗 你那地给我擦了吗 哎呀 你忙比许总还厉害呀 看看看看啊 我是零伴啊 我告诉你们啊 这许总不在的时候 你们就得听我的 你们自己想想 许总咱对大雅不错吧 咱不能在这儿头篮耍滑子 听着没有 萌萌姐 那么跟那么俩一样的 下手吗 干活去 第一 展示首都人民的形象 宣传北京文化 促进民族团结 增加 对外交流 咱龙门线 什么改成外交部了 第二 做好服务接待工作 要做到热情周到 细致耐心 让游客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是受累不当好的事呀 第三 抓住机遇 迎难而上 争取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和就业机会 有那么大好处吗 嘿 我是越不搭理你 你是越来劲 是不是 怎么没有好处啊 我还别不告诉你 曲领导已经通知我了 有一个大的旅游公司 要和咱们居委会 合作搞这个旅游项目 旅游团的接待工作 都由居委会负责 那个经济效益 我就不说了 希望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 能够积极的出主意想办法 咱们能争取尽早的呀 把合同跟人家签下来 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是不是 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咱们就及时的沟通 一会我们就会呢 和咱们青年志愿者服务站 还要具体的商量一些事情 咱们今天就开这么一短会 那咱们就算会 谢谢啊 回去都好好想想啊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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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说吧 多累 妈 够累的你啊 你做点心 讲半天话 口干事到 您喝点水 去去去去 别人呆着去 少搭理我 妈 生气了 废话 这领导 这领导最忌讳的事 领导在上边开大会 这群众在底开小会 你说我这讲本话的 请你没完没了的在那嘀咕 你让人怎么看你啊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我好容易遇到一次 在会上讲话的机会 全让你小子给我搅和了 妈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少来这套 我还不知道你啊 你这一听我们剧委会 要跟人大公司合作搞项目 你就想来捞点油水 还是我妈了解我 你小子一撅屁 我拉什么石我都知道 我可不是要在您这儿占便宜啊 我是在这个同等的机会条件下呢 是不是让我跟人家合作合作啊 那你打算怎么合作 就是那旅游团一来啊 您把那几十位上百位的游客 全拉我的饭会吃饭来 您想想 到时候得赚多少钱呢 行行行了 别数了 把猫都招来了 你小子 一提钱 这俩眼啥啥啥就冒光 对吧 您不希望我开发馆赚钱呢 我怎么不希望你赚钱呢 只要你不违法 你不缺德 凭自己的真本事干就行 还是的 现在就是一个机会 您得把那旅游公司的老总 给我介绍介绍 跟人家合作这项工作 基本上是我抓 至于你能不能跟人家合作 那得看你自己的表现了 反正我是居委会主任 我不能以权谋私 我对别人要求十分 我对你要求就得十二分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对龙门巷太熟悉了 这条糊涂里有多少花 多少草 多少树 多少鸟 哪棵树上有喜气窝 哪条河沟里就有蛤蟆 我都知道 您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吗 那旅游团来了 我可以当导游啊 咱们龙门巷啊 被市里确定为旅游重点地区了 那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那有什么关系啊 到时候啊 这旅游重点地区来的游客就多了 是不是 这种稀稀长长人来人往 你挨着我我挨着你 干嘛呀偷钱包啊 偷钱包干嘛呀 要不说女人头部长见识短呢 你说谁呢 我说那个 你头部长我见识短 我跟你说啊 等咱们这游客一多呢 咱俩啊 在门口那个小摊 弄点那个小生意是吧 范小丽 这外地游客来参观 咱们得热情招待 要热情一两天还成 要一直这么热下去 我可受不了 你得换个角度看问题啊 平常咱们想给人家一个 了解北京的机会 还找不着呢 现在机会来了 咱们就得抓住 我这向林娅请吃一下 你哥倒是个鸡脾气 你刚知道啊 小时候啊 奶奶挣了一大锅年糕 刚掀锅盖 她就拿起来往嘴里塞 把她那嘴啊 烫得跟个猪嘴似的 你猜猪嘴呢 主任 我不是说您 我这啊 有个事想跟您汇报一下 我告诉你 我是居委会主任 国家干部 国家干部 我绝不吃这套 再这么说了 党和国家教育我这么多年 啊 就这几个菜 你就把我给腐食了啊 啊 大妈 都还有汤了 什么汤 大妈 剪得蛮死刀子啊 呸 你们学这都知道 学挺快的哈 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 我徐慧珍 就不这样 哎 把菜给我撤了 有什么事 咱外边谈 志伟 听你刚才那意思 你们志愿者也参与了咱们龙门县的旅游开发工作 确切的说啊 是义务参与 那是那是 你们什么时候不义务了 我们领导说了 这是一次展示北京 展示老北京文化 展示我们志愿者风采的大好机会 一定要大力支持 我们领导还说啊 有什么需要 马上给他打电话 有你们参加就好办了 等到下午一上班 我就得跟徐大妈商量商量 看看这事怎么办 待会我也跟徐大妈商量商量 看我这事怎么办 您什么事啊 当导游啊 你爸 你瞧 还得从屋里端到外边来 真能折腾 菜都凉了不是 你少废话吧 我本来说中午我自己做饭 你非不让啊 是你非要折腾的呀 您不不吃了 我怕这挺好的东西糟劲了 是吧 你也不能看我饿是吧 对 我告诉你啊 咱们下午为例 来 好 行 爸 其实我也是好业啊 就那旅游团的事您能 你要想让我痛痛快快吃这顿饭啊 你就别说这件事行不行啊 对对对 不说拉不成吧 行 爸 那旅游公司经理什么来啊 这一半天嘛 咱们不是说不说这事了吗 对对对 不说 妈 您那时候跟那旅游公司经理谈判的时候啊 您可别穿这身衣服啊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这身衣服怎么了 太吐了 嘿 你说你这孩子啊 我是不爱听什么你非说什么 你怎么老找我毛病啊 我怎么吐了 我怎么吐了 不是 我告诉你咱不比吃不比穿 比的是贡献啊 还有一话怎么说来了 你等着 我拿小本去 妈 您别找了 你这吃饭呢 不行 我非找着 行行行行 我给你念念 让你好好受受教育 妈 您现在可不是普通做机委会主任了 您就代表龙门县这边居民跟那些经理谈判 您要穿这身衣服 那不跟我们丢人吗 我怎么丢人了 我哪一店丢人了我 那你说我应该穿什么 反正您不能穿这身 您要穿呢 得穿那个旧中国特色女性服装 让人一看不敢小瞧您 要不这么着吧 我给你买身衣服去 我给你买去了啊 妈 那我给你买衣服去了啊 你快去吧 那我的事您再考虑考虑 去 好好好 你看 去 我说我穿这身衣服不行吗 这些茄子那小子非得让我穿 你说不行 我得回家 我没穿过这样的 行 您别挡 您别挡 你不认了我这不是吗 对了 徐大妈 徐大妈 你等一会儿 徐大妈 这还有好多事等着您呢 对对对 什么事啊 旅游团的事啊 你们都有想法啊 都是 那个徐大妈 我想我那个小铺的事啊 嗯 您得抓紧给我办 等到 开张到时候 我已经报上去了 行啊 行啊 我那导游的事 是不是应该提到日常上来了 我已经都跟人商量了 您得等着 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是不是 徐大妈 我准备啊 等旅行团来了以后 拍一组专题照片 然后贴在我们剧委会的专栏上 您看怎么样 太好了 徐大妈 李志伟啊 组织了好几个志愿者 帮助这个旅行团义务服务 真的啊 哎呦太好了 哎 你大家的热情是好的 可是咱工作呢 得一样一样的干 啊 下面我就安排一下 咱们具体怎么干这些工作 好 嗯 那个什么 哎 志伟 你就把那些志愿者呀 都通知到了 下午咱们在这商量商量 具体的工作安排 好不好 小丽 你那个英语特别好 啊 我听你爸说了 然后呢 这个旅行团所有的英语翻译 义务的这些志愿者的翻译 都是你的 好不好 都由你负责 是吧 一游旅行团我就 我就通知你 你跟志伟在一块 好行 那我们去了啊 知道吧 对 你那个事啊 你先等等 好 你呢先回包社 把你要用的东西呢 先都准备好了 等旅行团一来呢 我就让志伟通知你 好 现在别耽误你工作 好 先走了 慢走啊 大妈 那个我那小铺的事 你得抓点紧 我现在都待着呢 对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 我都上报了 我再给你催催 好不好 好 大妈 那我现在先干点什么呀 干点什么是吧 那这么着吧 你呢 先替我上街上巡逻去 有什么情况 就及时告诉我 好不好 那我先去 好嘞 不要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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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我 嘿 你干什么 干嘛呢 没有干什么 这不拍照的吗 没有啊 什么没有啊 我都看你这照的 没有 我就 我的眼神不好 我看了 这什么 这是什么 你这是什么 这不看的吗 这不照的吗 这什么呢 我都看见我自己了 你看到你自己什么了 我问你 干什么 你哪单位的 我 你是哪个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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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单位 你没有单位 你管我有单位的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告诉我什么 这儿不能拍照 我拍了吗 我拍了没有 我拍了没有 你拍着的吗 我拍什么了 我告诉你 这个军民家里不能随便拍照 我说这是你们家 那个砖头上刻着你们家的字 有名字吗 你给我拿出来看一看 不是我们家也不能照 你得经过人家允许 知道吗 这有隐私权的问题 什么隐私权啊 我我没有照嘛 什么没照啊 我 你睡得那么定啊 我怎么定了 明明开着机器了吗 开了嘛 当然开了 这什么 我都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 怎么了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跟我走一趟 我跟你到哪里去 说说吓你一跳 在什么 居委会 走 前面带路 带就带路 你等会儿走 你干嘛 你啊 你前面走 你别再跑了 我跑 走 你把手松开 你把手松开 走走走 走 你干什么 走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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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 您看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 这位同志啊 是咱们区旅行社的带路同志 是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说什么 你让我讲了吗 你让我说吗 他打我 我可没动他去的嘛 我连手都没动 你推不推我 我 你还敢说你没推我 我没推 对不起 他说我没推 当然没推 我把这个倒过来 你看看好不好 不是 你不是说没拍吗 我凭什么不拍啊 我为什么不拍啊 我不拍 能有这个证据吗 我不拍 我讲话能这么硬气吗 绝主任 你要不要看一下 不用了不用了 真对不起 对不起你啊 绝主任 我拍拍这个龙门巷的 这个古老的建筑 行不行 行 我拍拍这个四个院的 这个风土人景好不好 好好好 外国人马上就要到这里来参观了 为什么他不让来 我没不让来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拍啊 我拍怎么呢 不对吗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 他不对 过路同志 谁是过路同志 太路同志 太路同志 你别着急啊 他呢也是好心 他是在那支勤 对 他那怕有些呢 坏人 说谁是坏人 不是说您是坏人 说是有些 怕有些坏人呢 不经过人家的允许 配上人家的这些情况 他为了我 你是谁啊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 我没有单位现在 怎么这找一些没有单位的人跟我讲话 他退休了 对 我是这个院子的主人 这才是主人 知道的吧 这才有饮食权 知道的吧 这个砖头里有你的名字啊 砖头里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我给你开个玩笑 你看看 我是教授啊 这个房子能有多少年建筑了 我在这住了三百多年了 不像 不太像 你有三百多岁 看 不是不是 我们家在这住了三百多年了 对 没幽默的 那这个房子是 我跟你讲啊 这个房子你看啊 在原来在这个店里当中风格上 王教授 王教授 一会儿我们跟戴陆同志 还有正事要谈 等我们谈完了 您再 带他参观 您先在家里等着啊 谢谢 来 这样子 好 去 是你呢 去吧 去你的吧 我们公司啊 想充分地利用啊 农民向地理优势 和我们公司集团的优势 共同奋斗 达到双赢的目的 一定赢 咱们一定能赢 这个具体合作方法吧 是这样的啊 我们呢 互相在了解了解 在磨合磨合在定 对啊 认为最近呢 我接待了一个美国的旅行团 我想啊 把这个农民向啊 就作为其中的一站好了 那太好了 啊 但是这个 我对农民向不是十分的了解 这个接待方案吧 我觉得就由你来定好了 我定啊 哎呦 我哪懂旅游啊 你连旅游都没有旅游过 不是 我就是说呀 等一会儿这个 我们这个青年志愿者服务站的负责同志都回来 我们共同商量 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 哦 志愿者 志愿者 对 我们也有那个单位 对 这个单位是蛮好的 那些外宾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他们都在美国等飞机呢 现在飞机调配啊 很紧张 我估计还有一天多一点时间就能到 到时候好好接待一下 那没问题 我一会儿就通知大伙开会 你说那个大伙有没有刚才那个胖子 有啊 有他哪成啊 没有 那一会儿我在这个农民向这个周围 我拍摄没有人在敢管我吧 没人敢管 谁要管您就提我 好的 那我就去了 走啊 慢走 爸 因为所以怎么造句啊 这好造 你看啊 因为犯了错误 所以要接受批评 是吧 因为你不会 所以你又来问我 看得懂吗你 小龙 过来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叫你别多说话别多说话 你就不听 不是 我哪知道他是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我 这下可好 不知不觉地把人给得罪了 你还开门脸买汽车 你做梦去吧 不是 我是想跟他 我也 什么呀你 妈 是我爸错了 你还是写作业 对 说得对 是我错了 你怎么总错呀 你能不能有对的时候啊 我又没错 你 您数了谁去您 爸 您多犯点错 省得妈跟我交劲 您俩一块儿气我是吧 妈 您别听他们瞎说 您穿着衣服特好看 特漂亮 真的 就是啊 不是 你小子最近怎么这么孝顺呢 您想听这话说的 有没有旅游团这事儿 我不是一样孝顺您吗 妈 回屯到饭馆 视察视察 给我们提点意见 看看怎么能把这个接待外宾的工作做得更好 谁让你们接待了 您是没让我们接待啊 但是我们把这接待工作已经准备好了 让不让接待就看您了 反正穿着衣服挺漂亮 记得妈 我给你买两盏煎饼 您扎着 您扎着 我正好没吃早饭呢 为了我 谢谢啊 许多妈 您先别走 那个 没跟您说正事儿呢 什么正事儿啊 中国旅游团来了吗 我想在外边摆个小摊 做点生意 您给删和删和 我说您怎么给我买煎饼呢 你这话说的 没有流汤 我不照样给您买煎饼吧 行 那你回家等着吧 我等您信了啊 等信了 谢谢啊 快走 我回事儿 别摸摸摸摸 让喊了 好好的向徐长妈承认错误 承认什么错误啊 她问我啊 您在我那办公 这水电费怎么算 我说军委会给咱办了多少好事 哪能要水电费啊 我 她还说 我学问大 等旅游团来了之后 让我当导游 你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 可是你不能应该用 收水电费这种方法 来威胁大妈 你自己是不是想当导游啊 可不是我想当 那就得了嘛 你干嘛脑子拿着小言说事儿啊 许多妈 您先瞧瞧我导游的水平怎么样 好不好 许多妈 我还没吃饭呢 您看我来 许多妈 走走啊小言 许多妈 我跟您过来 昨天才知道消息 今儿东西都准备好了 那当然了 现在办事儿啊 讲究的就是效率 我不但东西准备好了 人员我都准备好了 那旅游团什么时候来啊 昨天上了飞机 估计今儿怎么也到了吧 对了王小林 我还有件事儿要麻烦你 什么事儿说 王教授今儿跟我说 让我帮他找个翻译 干什么呀 他非要给人外国旅游团当导游 还说要给人讲讲咱们这一片的历史 传说和民间故事 那他还不得把人旅游团给烦死 那怎么办呢 谁叫他让你爸呢 你们都站好了 别歪歪扭扭的 都打起镜上来 刚刚我已经讲清楚了啊 旅游团呢 马上就到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们一定要抓住 要让顾客满意 我们才能赚到钱呢 是不是 萌萌 待会儿啊 您代理他们 进行全面彻底的扫除 必须做到一尘不染 苍蝇蚊子老鼠蟑螂 间就不能出现 知道吗 徐总 这个苍蚊跟蚊子我们能保证啊 这老鼠跟蟑螂 那可保证不了 废话 现在什么月份了 哪还有苍蚊子 和蚊子啊 甭说咱的小饭馆了 就是五星鸡大酒店 也今天不能保证 没有蟑螂和老鼠 好 既然不能保证 那我们就定一条措施 大家盯着啊 发现一只蟑螂 每人扣除奖金二十 发现一只老鼠 每人扣除奖金五十 老鼠跟牛肉还贵 我跟你说啊 待会咱们后厨呢 在一块呢 盯一下新的菜谱 看看呢 怎么让外国朋友呢 吃的满意吃的顺口 好吗 做西餐 外国人吃的肯定顺口 你会做西餐吗 我要是会做西餐 还在您这干嘛 那你说说 做什么样的中餐 让外国朋友吃的满意呢 不知道 反正我们听您的 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废话嘛 这 我要知道 还要你们厨师干什么呀 真是的 行了 那待会咱们再说吧 你这怎么没去饭馆啊 我请假了 咱们明天的事做做准备 对不对 笑什么呢 你过来看我笑子呗 还真有进步 真有惹象大象 对 情有此理 太过分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带总你先别着急 百年不遇的大学呀 在美国呀 花花的下呀 机场被迫关闭 怎么让我赶上了 旅行团来不了了 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等 对对对 可是由于签证时间 旅行团在我们国内的路线 就缩短了 龙门巷这一站要取消的 那 那 我们都准备好了 是啊 那怎么办 这个为了把这个损失 减少得最低啊 国外的步行 咱们来国内的 台北呀 有一个旅行团 台北 我决定啊 就接待 我们接待这里吧 好不好 行啊 就当是为了接待外宾 我们提前去演戏一遍吧 对对对 好 就怎么这样啊 有的接待就行啊 是 跟谁宣传不是宣传 对呀 国内的接待标准就按这个了 啊 这 谢谢 好啊 好好照顾我们台北的客人 好 那个 那个什么 这个客人是台北的吗 没有错 台北的 台山北边的 台北线 风景比你们的好多了 欧美极了 台北线的 嗨 不是 大家聊 好快点 台北的 来 洗澡买了 钱吧 欢迎 上海 上海 大家都非常温温温 就准备了 你准备了 快快快 咱们的标准还得去 往下降了 还降了 比五十不多呀 哎呀 是不多 可是人家大老远 来北京不容易 身上钱又不富裕 你好意思多收人钱吗 这包容不是说 就是台北来的吗 是啊 台北的 泰山北边现成的 啊 什么啊 你这次接待好了 下次有你赚钱的机会 没事啊 那您说这标准怎么降了 一人五块钱的标准 五十改五块了 那五块钱能知道什么呀 哎呀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 你还按五十块钱的标准上 最后一人收五块钱 不就得了吗 那我不赔死啊 哎呀 先赔后赚 先赔后赚 哪那么些说的 我太自打接这饭馆 我就光赔没撞过 哎呀 快点不行了啊 快点 哎呀 细子 来 中午吃什么 这个菜脯 哦 红这个 哦 是这个样子啊 刚才啊 他们给我提出个小小的要求 说是来一趟北京不容易 想尝一尝我们北京的风味小吃 那没问题啊 可是这饭店可没有 哎呀 你看看晚上安排的是烤鸭子 那个中午就 这个你看 哎 儿子 嗯 要这样 我带你们上小吃一条街 怎么样 这费用 费用你就别管了 吃完了以后让我儿子去结账 哎 大家听到了没有 徐主任啊 要请我们大家吃北京的风味小吃 好 吃饭 好 帮麦 来 去帮adım 走 帮忙走 走 走 帮行 都得走 太 fr structured了 不要 太壯了 茂茂 客人弄哪去了 这徐他爸都给弄走了 说吃什么逢味小吃去 还说一会儿让你给结账去 什么 这不是毁死我了吗 许总 你不惨呢 你也不都吃了 好 非常好 大家一直反应 这才是正宗的北京胡同文化 充分地体会到了北京人 这是个情 您看您还有什么意见 对 这个意见嘛 主要是这个卖纪念品的地方 太熟了 戴总 您这句话算说的根上了 我马上跟领导请示 尽快地在咱们这条胡同 开一间老北京的民宿商店 保证物美价廉 货真价实 请示什么领导啊 我认为啊 我们三个人开一个店 就非常合适 肯定赚钱 您就当老板娘 我负责 我负责客员 您就负责介绍 肯定大伙强子们呀 那你想志愿者的话 大家还是很愿意听的 还是很相信的 这个戴总 您可能对我们志愿者的性质 还不是很了解 对 了不了解不重要 关键大家能赚到钱 这是今天你们俩的回扣 老五老五老五 不行 您该给的钱已经都给了 小意思 这个我们绝对不收 这个我们不能要 真不能要 这件事情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没有第三个人 没有别人知道 那您这么一说 这我们更不能要 是 我们整一受贿 是啊 我们不能要 我们真不能要 戴总 我们志愿者参与的主要目的 就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 了解我们志愿者 如果这事要是沾上了钱 那性质可就变了 对 真不要 不能要 你们收起来 你们不要 你看我这话 我就说不出口了 什么话您说吧 是这个样子 你看这 看这个 我拍到了一个小院子 我要把这个院子搞下来 开个小商店 我卖一些纪念品 那这里面住家怎么办呢 给点钱哄出去啊 坐这 哟 这我们家呀 这谁在我们家胡拍啊 也不说一声 这个胖子也住在这个院子里 对啊 那就再说吧 好 别人决定了 这下 我不是跟我们家不住在这个地方 我不是在这儿 我们的家伙子就楼下来